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与小叶子切磋 我与他确实该离开了 不行 你们暂时走不了 秦瑶情贺 金燕很想看到叶凡被击败 对 不能走 打过一场再走 叶凡那低调的开口 秦仙子 下次再切磋吧 我真的该离去了 下次切磋 你去死吧 秦瑶终于忍不住了 提到切磋两个字 他无可避免地想到了深夜中的遗泥 他束手青阳 打出一道五彩光幕 向叶凡照去 这是怎么了 屠妃叫道 要不是你胡说八道 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啊 叶凡将屠妃推出去 他冲向了天际 秦瑶是道宫五重天的修士 实力强大树法惊人 叶凡不过道宫两重天 不拼命的话根本挡不住 没有任何悬念 可是他不可能与秦瑶生死相向 只得飞顿 金燕娇和 站住 不要走 秦瑶不出眼 再后紧追不舍 长裙飘舞如仙子凌波 动人至极 秦瑶子 你让其他人退避 我们两个人找个地方切磋 叶凡想单独与他解释 可是这些话听在秦瑶的耳中 那意义却不同了 完全是误会 我真的没有乱说什么 都是那个大嘴巴子瞎猜 自己乱说的 叶凡传音 他可不想让对方真的假声误会 金燕一声光灿灿的雨衣 流转出 一道道瞎光露出一色 秦瑶姐姐 难道还有别的隐情 没有 秦瑶偏弱先迭 姿态慢描 再后追赶 小叶子 要不你去和秦瑶仙子切磋一下吧 让他出一口气 然后我们再走 图飞在后面传音 你能不能闭嘴 彻底闭嘴 叶凡忍不住诅咒他 小叶子 我这个人为你好啊 秦瑶气得是娇躯颤抖 加快速度追了下去 再追不上叶凡的话 他都想拿图飞出气了 可是 最终叶凡以绝对速度消失在小世界深处 摆脱了后方的几人 半日后 大黑狗以通灵的鼻子找到他 顺带将图飞也带了过来 叶凡神色不善 拖他嘴巴 我想报答你一顿 本皇爷看他不顺眼 干脆将他活埋算了 大黑狗呲牙 图飞问道 别容大伙计啊 你到底做了什么上天海里的事 原本没有什么事情 都是因为你满嘴胡招 我说那些话怎么了 图飞琢磨了片刻然后怪叫 难道是夜色蛇的祸 你们 天哪 你个奇兽 两人一狗悄悄前行 欲偷渡出去 可是小世界的出口把手三眼 他们不敢枪闯 他们倒是没有对我们动手的意思 我看需要你亲自去秦瑶的住处走上一趟 让他出一口气才行 图飞出主意 这片小世界的风景如画 山巒如囚龙起伏 湖泊若明珠点缀 草木清新 灵起阴郁 叶凡他们降落在一座山峰上 这里是妖族少女金燕的修行之地 想通过她离开这片小天地 是你 好大的胆子 竟敢跑到我这里来 孙丫头 别这么大火气 你不是希望我早点离开吗 机会就在眼前 把我送出去吧 金燕冷笑嘲讽道 赖蛤蛤蟆想吃天鹅肉 现在失败了 想灰溜溜地走吗 叶凡不想与他计较 既然你不愿意我在这里待下去 就送我出去啊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秦瑶姐姐想收拾你 我觉得有必要将你请住 送到他那里 几道金光冲天而上 飞向远处的山峰 他将信息传了出去 很快 远处的秀丽山地中 冲起三道妖气 向这里赶来 白凤 玉扇观金 衣衫如雪 看起来很脱俗 有出尘之态 金羽 金色道衣 灿灿放光 气势破人 眸子开合间 金光如点 虎竹 衣身绿袍 头发自然气息 清新而素雅 白凤哥 金羽哥 库竹哥 将这个荒谷废体拿住 得罪了秦瑶姐姐 你们如果将他请住 送过去的话 秦瑶姐姐 一定会很高兴的 这三人 都是道宫五重天的天才 随时可能会进军四级秘境 如果是旁人 他们多半不会出手 可是叶凡有些不同 他身上有万物母气原根 他们虽然没有表现出什么 但一直在忽视眈眈 眼下 有这样一个出手的借口 自然不会再清高 且他们的确对秦瑶动心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叶小兄弟 你还是束手就擒吧 免得我们伤了和气 叶兄请放心 我们会注意分寸 不会伤你性命 三人话语未漏杀鸡 可是真动起手来 却是另一番情景 叶凡若被打中 定会心神俱灭 土飞与大黑狗想帮忙 但是叶凡却转身就走 这是妖族的地盘 真个大战起来 他们会吃大亏 我去找秦瑶 不用了 我去找秦瑶 叶凡摇头 他直接向着秦瑶的修行之地 飞去 后方 金燕白凤金鱼 苦竹紧追不舍 杀气弥漫 卷动长空 这是一片秀丽之地 遍地奇花异草 风飞蝶舞 石拱小桥横窝 卷卷细流缭绕 此刻已是傍晚时 大火珠西沉 晚下染红了山巅 让这里更加美丽 秦瑶被惊动了 如灵波仙子一般 飞了出来 身材傲人 看向叶凡 你竟敢来我这儿 没错 想和你谈一谈 叶凡直接向离走 进入宫阙中 这时金燕等人 降落而下 也赶到这里 你们回去吧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我自己会处理 秦瑶扫了他们几眼 那好吧 白凤点头 苦竹与金鱼也不好多说什么 唯有金燕不甘 但也不好强闯 扬扬扬而去 该不会打起来了吧 土飞自语 没事 那个小子皮草肉后打不死 大黑狗满不在乎 没过多长时间 宫殿中传来鸡豆声响 持续了很长时间 才停下来 可是 土飞等在外面 却始终不见叶凡出来 他有些焦急 该不会 真的生死相像了吧 就在这时 叶凡传音 你们先回去吧 到时候我去找你们 那好 我们去小世界的出口等你 土飞和大黑狗 如飞而去 可是他们左等右等 都不见叶凡出现 妈妈的 这个小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黑黄非常不满 因为天色彻底黑了起来 今日显然不能离开了 这个禽兽 土飞也诅咒 他们足足等了一晚 也未见叶凡出现 直到第二日 天光大亮 大火猪从东方冉冉升起 这小子不会出事了吧 这可是妖族地盘 他身上有万物母气圆根 很多人都想对他下手呢 走啊 赶紧去看看 土飞也感觉不对劲 当再次来到 秦瑶的居所 他们听到轰隆一声大响 这片宫殿一下子崩塌了 倒霉的大黑狗刚刚冲进去 正好被活埋 我今天没喝醉 这他娘的绝不是地震 大黑狗骂骂咧咧 费力的从废墟中钻了出来 土飞也是灰头土脸 被掩埋在下面诅咒个不停 爬了出来 此刻 大火炉出声 叶凡立身在霞光上 沾染上了灿灿的光彩 走吧 我们赶紧离开 这一次 他们顺利地离开了小世界 直至走出很远 土飞还在诅咒 你个禽兽 你思想太龌龊了 没有的事情 都是你自己在乱想 你个禽兽 你别跟我去摇齿了 我怕你惹祸 土的嘴巴 你别诋毁我啊